呵呵呵呵 那個都被我殺死了 到底啦 結束了嗎 結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心燕 哇 心燕啊 心燕 你終於要做solo了 solo的主題就是很難嘛 可是我想要做一個跟自己 最有關的主題 那就是演員 好 先來講一件事情好了 演員最不喜歡什麼東西呢 在上台之前 我第一個就是高跟鞋 第二個是法王 第三個就是麥帶 那各位觀眾 麥帶到底是什麼呢 可能有很多人沒有看過 也就是我今天的腰風啦 我這個是走一個結構外露的一個 風格喔 如果你沒看過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會把這個pack 放在這裡面 然後通常 這一組都是藏在我們的衣服 底下 對於女演員來說 就是非常傷害啊 你不管怎麼瘦 你就是腰會看起來比較肉 或者是屁股會看起來比較肉 我們就要用盡各種心機來把它藏起來 好啦 說正經的 就是為什麼今天要來這樣結構外露給大家看呢 就是跟我的solo有關 大家平常看到啊 演員 在台上都已經光鮮亮麗嘛 要嘛就是回家 POIGPO臉書 很邋遢回家的時候說 喔好累喔這樣子 可是中間到底是什麼呢 在側台的演員在幹嘛呢 我的主題就是在講這個 一個演員回不了家 上不了台 卡在那邊 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知道要面對自己的思緒 要去哪裡的這個瞬間 或是這個很長很長的片刻 是不是會很希望有人打電話給你說 喂啊 新艷娜 你就回家吧 或新艷娜 不要再想了啊 沒有用沒有用 可是呢不會有人打這通 電話給你 所以怎麼辦呢 自我對話 好險我是雙子座 很會自己急急跟我講話 所以呢 這個呢 2021 新人新視野 台中 台北 高雄的朋友 記得要來看我們喔 演員的自我修養 買起來 大家好我是俊維 一個完美的演出到底要怎麼編啊 編舞好像又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可是 有的人說編舞是 這樣 把東西 擺一擺 然後就 完成 可是 欸好像有的人又說是 不一定要這樣 所以它好像會變成是 這種感覺 哼 完成 但好像是 我就覺得哪裡怪怪的 所以編舞到底是什麼啊 它好像可以是 嗯 我這次大概找了五個人 一二三四 五 嗯 他們就像盆栽 我像植物一樣 他們長 長起來了 然後 我們試著把它 放在一起 馬克 貼這邊 歡迎來看 2021 新人新視野 這會是一場 完美的演出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李一珠 今天我要來開箱我的戲 魔力之天女 魔力之天女 這齣戲的起源呢 來自我媽的屯物癖 大家應該很多 可能家裡長都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啊 他撿了超多東西 或留了超多東西 但他都不丟 可能他的獎都沒有用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那你就只能 想辦法幫他清理 可是沒有辦法 每次我跟我弟 再一次回家的時候 家裡就 又變更多東西 然後變得像一個幻境一樣 就是 我跟我弟就 被埋沒在物品裡面 找不到彼此 然後在 這個時候我就發現 欸 這不就是一個 靈感的來源嗎 那 在整理物品的當中 這些物品 他是不是有其他的話 想要說 比如說 你可以製造你的幻想朋友 把他戴一個帽子 然後他臉就出來 然後 他還可以 就是這樣慢慢轉下來 然後就是他 很多的可能性 那在這個戲裡面 我們還會結合 比如說當代馬戲 馬戲就是 天上飛的啊 我偶戲啊 就是像這種 嗯 小偶啊 或大偶 各種可能 然後用物品來說話 來講一個 一對姐弟試圖 拯救自己母親的故事 對 那 今天開箱就到這邊 2021 新人 新視野 魔力之天女 等你喔 還有我 還有他 趕快買票 快點 快點 快買票 沒事 沒事 快買票 快買票 進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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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悔一次 不要說我們 我們早講 現在在積略了 超 大家要來 大家會 還可以 很好 好好 有 小朋友 一定要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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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